我今天要介紹的這本書 是從多IA 發覺思念 不思念 為什麼政鄉都要教大學 相信大家對於多IA 都已經異熟能長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政鄉要經常和男朋友一起玩 又或者現在大紅經常被顧問小姑 他們敲出聲 這本書就用社會學和國際政治學的角度的分成 都是這本書 其實政鄉經常和男生一起玩 就反映了現在的女性主權的問題 就好像現在各國代表大會的資訊 都會像一個女性的作品 去給一些女性的代表 至於大紅經常被小姑和悶苦的欺力 就是反映了這個校園的欺力問題 但是大紅反抗就是因為小學生 有注重這個貧困的關係 因為反抗和他們使他們的友情破裂 所以暫時選擇不反抗 對我來做一個就是 現在很多校園 可以同時跟其他女性去和男朋友 當作用這套文化 大紅經常是沒有一個女性的 那是因為作者這個 大家不會像大紅一樣 但經常一些 但是我想他們自己欣賞一點 我看完這本書 我就覺得就算一套卡片 背後都可以帶出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做人或者看東西 都不可以別人打過很多 多久的頭髮 沒有東西可以不可以